大家好 前段时间 价格了一棵长寿花 这个长寿花 价格在落地生根上面 因为落地生根在我们这边是比较盛产的 而且它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 我就选择落地生根来价格长寿花 而且落地生根跟长寿花也是同棵同树的 价格应该是会非常不错的 因为前段时间由于天气比较凉快 可能这个嫁接成功率不是很高 那么今天就把它拆出来 看一下到底这个嫁接口里面到底怎么样了 能不能成功 我们给它拆这个包装膜 这个剪刀一定要消毒 不消毒的话很容易被砸伤 长寿花的接口容易感染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将它消毒一下 我们用消毒水液的或者是酒精 或者是钢马松脚都是可以的 或者是用打火机烧一下 这些都是可以的 我在操作的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小心翼翼 因为还不知道它这个里面到底成不成功 有没有生长在一起 由于这段时间天气比较凉快 所以嫁接的成功率可能会降低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价接口 这个价接口吻合的还是非常的好的 没有出现腐烂的这种现象 应该是可以成活的 是非常不错的这个价接口 如果说没有出现腐烂的现象的话 证明这个价接口已经是成功了7% 80%了 那么我们在后期再观察一下 看它能不能生长 如果大家喜欢动手自己嫁接的话 那么不妨尝试一下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